现在坐地铁线去找同学玩 你看成都地铁多漂亮 全是这种单独的一个座位 10号线 今天坐10号地铁线 来到成都市的新京区 10号线的终点新屏障 然后来到这个小镇 来喝茶 然后一会去田野里面玩一下 菜籽花开了 这里是太平上街 这里有一间茶馆叫做幼剑 很小只 这茶馆装修得很有味道 很江湖气息 全是竹椅子 横椅板凳 这还有一只猫 好可爱 咪咪 过来这一栋 老建筑保存的比较好 是黄州会馆 成都市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 新京黄州会馆 这个门和锁都很有历史感 在会馆的对面有个大茶铺 叫长吉 门口有很多大灯笼 这还有个板凳 我们先去吃饭 吃个饭过来 再盖碗茶 我们来吃饭 这个吃豆会饭的关门 从医院 往前面往前面走 今天初十 又是新京医 很多人上班了 所以今天小镇特别安静 你看以前的平镇卫生院 都关门了 看古镇虽然老 但是学校修得非常漂亮 这里是成都市新京区 泰华学校 小巷子里的一只小猫 好小哦 就是张得还多白了 几个月大 黄色的眼睛 好可爱哦 刚才那个主人说 它是家养的猫 是矮嚼猫 不是流浪猫啊 你看这个小镇 把公车打造得很漂亮 很干净啊 走着路过一点意味都没有 走到小镇的尽头 一出来 就是高楼大厦了啊 就没有意思了 我们现在去找吃饭的地方 我们跑到这家来 这家没有开 这里也是个茶馆 继续找 我们又转回来了 你看成都地铁前面400米啊 我们现在又走到太平街 另外一侧 前面有个饭馆 这有一家老字号李老三饭店 炒菜烧菜 凉菜 酸菜鱼 红汤鱼 终于找到吃饭的了 吃饭的功夫把我的包理一下 哇 同学带了什么东西啊 又是喝的 这个 这个我同学他爸种的 哎呦 屋顶花园种的 屋顶花园种的太厉害了 冰雪很甜 你看我跟我同学展示啊 我买的 这我买的马面群 展示展示啊 你看还买了瓜子 这道菜也不贵啊 大家看 炒菜一般就是 10块12块 最贵的酱肉 1215 好了 你的菜上来了 这个是拌猪头肉啊 这个是正治饭 有米汤的那种饭 比较 比电饭锅做的饭呢 要硬一点点 这个是 豌豆袋豆腐糖 哇 大菜上来了 月儿烧鸡哈 太爆了 月儿烧排骨 好 这是四川泡菜 我打了一碗汤 现在 月儿很嫩饿 哈哈 这个是大份的烧鸡 上面我们还可以打 小份就吃大份吧 你料子是大份啊 小肚 小肚 它的月儿肯定的香巴狗 后面甜巴里面刚摘起来了 哇 这个牛腾 这个小狗 上官里的 这个狗狗是家尾巴狗啊 经常受气的 尾巴都搭着的 家尾巴狗 再啃骨头 哥们 哥们 排骨不吃 他妈还吃肉的肉 哎 他吃肉 真的肉 那我自己也讲嘴哟 你还在这儿不讲嘴呢 哎 他吃猪头肉 不吃排骨 你们来帮忙看一老师 现在地铁修到这儿 房价都涨了 这个狗好胆小啊 吃完饭了啊 小饭馆的菜 味道不错 老板说啊 这个地铁站修了以后 这边的房价暴涨 你看他就在这个地铁站的背后 刚才吃完饭啊 牙齿掐住 塞住了 过来在个药房 买了一盒牙线棒 12块钱 有50只 好 现在吃完饭 回到这个大茶铺了 喝茶 哇 现在下午人多一点了 这也是个 年代比较久的房子啊 这还有私房菜 招博出火锅 核桃花炒腊肉 卤肉回锅 蒜香排骨 藕夹 手丝鸡 扎扎连摆 哇 这后面就是一个小院啊 啊 我们选了这个位置不错 上面还铺着这个 蜡染的桌布啊 他这是扫码自取啊 我要的是玫瑰花 我同学要的是芝芝花 这个是玫瑰 哇 这个芝芝花 哇 芝芝霞 这个茶馆还可以在这吃饭 哇 炒得好香啊 扫码瓜子自取 五块 茶是十五块钱一杯 哎 那是玫瑰 白哥 他咬了 咬了 先还要把这个茶洗一下 给一点点水 藤边的温水瓶 好香啊 我同学还提了个篮子 篮子里面还装了几个茶杯 不要不要 不要 你跑去把这个 杯子 这杯子哪里搞的 网上搞的 多少钱一个 大概十四多吗 哇好漂亮哦 这里还可以围炉煮茶 烧钢炭的 你有这个腹外嘛 就比较安全啊 这还有个水桶 这边在烧钢炭的 可能有人点了 看四川人多惬意啊 这还有很多房间啊 大家可以在里面打麻将啊 今天天气好啊 十七八度 走一圈 差不多 哇这还有一个瓶子 它这个院子可能是租的 租了以后呢 把它打造了一下 面积还挺大 成都这几天过年天气也不错啊 从大年二十九一直到现在 今天都出出十了 你看天气都还不错啊 每天阳光灿烂 所以这两个小朋友在玩沙 你看后面的油菜花都开了啊 这个今年这个春天来的比较早啊 二三月份就打菜子油了 这还挂了对年哈 暖菊茶汤安无恙 名册无染 静无瑕啊 狠批 水 哇泥巴过家家好不好玩啊 好玩啊 好玩啊 嗯 但是 玻璃被炸菊 那炸菊西拔了 结果它一切滑 哎呀就没了 这后面还有一片竹林啊 竹子长得很挺拔啊 大家看眼前这片菜地种的青菜就 比较好吃啊 不是那种大棚种出来的啊 看这自家的一块小田地啊 自留地 啊这就是前面就是刚刚的茶园 今天茶园生意还是不错的啊 因为今天很多都上班了嘛 今天也是星期一 看一下这个室内的 室内也不错 有个仓条桌啊 这还有个电子琴 还有吉他 这还有一个大的烤火炉啊 这还有个楼梯啊 爬上去看一下 上面也坐的人啊 还有个全景 是什么面群带摩尼尔卦啊 不乖啊 今天天气真不错啊 好多人呢 要不然玩一下就准备换正地了啊 嗯 再玩一会我们就准备换正地了 今天天气真不错啊 欢迎大家坐十号线 来新京这个太平上街大鸡 我买了个花瓶 68块钱 现在打地来到一片绿油油的田野 这边很多这个农民的房子被承包下来 开茶馆 现在我们就准备去一家 好 现在到了这家叫古园的茶庄 开在这个田野里面 现在的年轻人太厉害了 哇 这个才叫做酒香不怕巷子生啊 古园 哇太舒服了 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啊 哇 这么偏僻 都有人找得到 太厉害了 行兴村 洪福道 进门给大家先扫一圈啊 就是一个乡下的院子 然后打造成了一个茶室 好 现在先去吧台点茶 很多芦苇 这还卖土鸡蛋 土鸭蛋土鸡 两土鸡 煮茶双人餐188 3-4268 这个配到茶店的吗 对茶店是有水果小吃 还有烤红素兔的 先小院扫一圈啊 现在那些农家乐都不流行了 流行在这个乡下开这种茶园了 生意报好啊 大家看消费也不低啊 还要开车这么远 我们是打地过来的 打车 现在都不信吃东西了哈 现在就先喝茶 这茶室它也有卖餐的 这也是有饭间 这还可以写毛笔字 住一个农家小院 自己打造一下 这可以是现在年轻人创业啊 很多想法 看好舒服 我们坐的座位是坐在靠田 靠田梗那边 现在都四点半了 这七点都关门 看现在都是返璞归增啊 很多人在这拍照打卡 看 这边就是田野了 坐在这边比较舒服 今天有太阳 你看 我们坐的座位是坐在前面 这里还有个小奶狗 现在出来拍一下油菜会儿 再去喝茶 哇 这个小狗 要歪了 但是还有个要微微微 开心 后面两只公鸡 这还有母鸡 这蒜苗 蒜苗 炒腊肉 这是汪笋 这是汪笋 这个是啥呢 还说什么有样子 这个要大小 老是这个要小小 乖乖 来个小奶狗 哎呦 从远处跑来才乖 小可爱 哎过来过来 小狗 哎呦好可爱哦 乖乖 乖乖 尾巴咬的才香 哎呦 来小狗 哎呦 哎呦 乖乖 哈哈哈 快点来 快点来 吃的了 汪笋吃的了 嗯 啥东西要吃的不 橘子 哦 橘子可以吃 哎呀 小奶狗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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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狗生人家哦 你是不是狗生人家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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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好我们去看完的油茶会 现在进来喝茶了 真的好可爱哦 这是小黑 小黑 我们这一套茶是多少钱啊 238 238块啊 要的是黑茶 嗯 要的是黑茶 还配了三个杯子 红薯 桂圆水果 还些茶点 现在还有一点阳光 哎对 西洋了 西洋西下了 你看这个茶茶圆好好有意境 你看这边空地这还打了一个 远处都是油菜花开了 看好多年轻人在这里啊 这还晒得萝卜根 刚才问了一下附近的村民啊 住这么大一片地一年就是一万多人民币 这还凉了两只鹦鹉 现在快要晚上七点了 现在快收摊了 我们马上就要打车去地铁站附近 然后吃一个晚饭 走 你看田野旁还有一桌客人 开心呢 在摇尾巴 叫什么叫 我们叫的出租车不会吧 好七点半了 准备撤退了 你看天黑了 对面的稻田都看不到了 好打的出租车快来了 叫的出租车来了 我们都耍到天都黑了 黑去骂工了 叫了一个网约车 好我们三个人打第一过来 到了新京区这个城里面 这是泰森东该来吃晚饭 我们本来吃这个高级超手的 二十年老店 结果人家是高级超手铺面装修 还没有开 走了半天 找到一家绵羊米小吃 开源米粉 小本生意如果还价 请杀娇 这是新京区的老城区啊 新京区呢 以前是新京县 现在化为成都市的一个区啊 好吃完饭了 好吃呀 好吃呀 来